母亲节除了送妈妈一朵康乃星之外 其实最近也是白子莲的花季 白子莲又称爱情花 象征多子多孙多福气 现在就透过镜头 带您一起到三只的农场 来看看这淡紫色的爱情花海 这个星期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而以往母亲节最具代表性的花朵 就是康乃星 其实还有眼前的淡紫色花瓣 开满整片田地 又大又亮眼的花朵 这个就是俗称白子莲的爱情花 位在三只区的农场里面 这样的爱情花目前正在盛开 农场就表示爱情花的开花季节 大约都在五六月份 因此也相当适合 来表达对母亲的爱 爱情花是差不多从五月份 一直开可以开到 差不多六月底左右 几乎这个花期比较长一点 整株起来就像 好像那个叫白子莲 就像莲花一样 这个就像那个儿子一样 细细细细细细的花 那个这个小花包就像个子一样 所以叫白子 本土名叫白子莲 就是这个字名真的这样 其实爱情花对于三只区来说 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花卉作物 而位在三只区大葫芦旁边的 这一座农场里头 就有不少的爱情花 农场主人也说到 其实爱情花 有白色跟淡紫色两种颜色 不过台湾对于白色都有些许的忌讳 因此都销往日本 而在台湾的都是以紫色为主 而爱情花的开花时间长 因此也非常适合种植以及白饰 有两种颜色 那个紫色的跟白色两种 因为白色的差不多销日本的比较多了 我们本土对于白色的比较近距 对对对 日本人对这白色的他是非常喜爱 那这边的话爱情花现在开得很漂亮 那母亲节的时候 这边农场的也有推出活动 那来这边可以用餐DIY以及赏花 有农场的爱情花加上DIY活动 区公所也相当推荐 亲子共同来农场走走 形状像是花球般的爱情花 非常的细长 伴随着灰绿色的叶子 更衬托出显眼的花瓣 一朵爱情花上面 是有许多的小花朵所组成的 想要一趟爱情花美丽的民众 不妨可以趁着母亲节假日 来一趟亲子赏花行程 记者是端E3G采访报导